第五百节 云叶自然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无能放跑了老鹰 会给韩哲带来如此多的联想 他现在很悠闲 坐在马车四处查看乡民的耕种情况 还好 私农寺的人不太蠢 他们终于学会了如何育秧 知道把种子放在苗床上 先培育好 再种到大田里 秧苗长得很秀气 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叶子也泛出了一种黄玉的颜色 这明显是营养不良的表现 以前告诉他们插秧的苗床要失足奋肥 看样子还是当成了耳房风啊 他们执着的认为草木灰就是最好的肥料 所以育出这样的秧苗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云叶没事干 拿白鳞子盖在稻苗上的这种事情 早就已经是长安的大笑话了 伯伯刷了一层铜油的白鳞子 可以当塑料布使用 这个秘密云叶决定谁都不告诉 虽然贵了一点 看起来有败家的嫌疑 但是老子有钱你们管不着 因为这事啊还被长孙叫到皇宫里臭骂 星月哭哭啼啼的以为夫君发疯了 富贵日子过久了 就想找点苦力活干干 人家都在插秧 云叶也想插 选了一小块地 小铃铛就笑嘻嘻的挽起裙子 露出白生生的小腿 端着木盆就要下地 云叶看着浑浊的泥水 拽着小铃铛不让下 随手拿起刀秧就往地里扔 掏秧嘛老子又不是没见过 一小块地用不着下去 小铃铛才不管夫君的行为 合理不合理的 见丈夫扔的痛快 自己也加了进来 不一会儿就给这块田地里 扔的到处都是歪歪斜斜的秧苗 扔完就收工了 两人笑嘻嘻的钻进了马车 继续往前走 旁边的前生笑眯眯的 看着刺史夫妇干农活 本来还有些欣慰 高粱子弟也知道农家的辛苦 终于知道干活了 谁知道两人胡乱的往田里 扔了一些盗秧 就上了马车 听说呀 要去河边烤鱼 啊 这就算是干完了 看着东倒西歪的盗秧 前生浑身的肥肉都开始哆嗦了 这这这 这是我越州之指 前生蛮横的阻止了丛利们 要帮助刺史把秧苗插好 免得丢人泄眼的举动 就让这块地这么长着 让所有人看看刺史是怎么种地的 好引你为戒 刘进宝黑黑的笑着说 呵呵呵 我家侯爷早就是长安之池 越州之池算得了什么呀 皇后娘娘都说 长安城自打有了侯爷就庸俗了三分 势力了三分 到了越州 天空没高上三分 就算是越州百姓有福了 说完就哈哈笑着 打马去追侯爷 前生差点没被刘进宝的话给噎死 喘了好久才恢复过来 吩咐从人找来一块木板 辉豪就在上面写了 蓝田县传命侯 越州刺史云叶 种田于此的大字 还让人在插木板的地方搭上凉棚 免得被风雨弄坏了上面的字 韩城不停的央求老友 要慎重 这样做呀 是在往死里得罪薰贵呀 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毁了自己 可是怒发冲冠的前生 根本就听不进去 红着眼睛警告韩城 如果他敢私自拔掉木板 就和他画地绝交 刺史大人的车架到了午后就返回了 前生特意守在这块木板旁边啊 准备拼死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 韩城则在心里叫苦不迭 都料错了 云叶看见了木牌 大笑着下了马车 夸奖前生会办事 只是木牌有些草率 糟蹋了一手的好字 如果换成石碑 就会好很多 并且和已经处于混沌中的前生连干了三杯 吩咐快些把石碑刻好 都有些等不及了 看着云叶车架远去 前生指着背影大喊一声 无耻之忧啊 喊完了就眼面大哭 亮亮强强的回了自己的简陋的草堂 前生要辞官归隐 前生要远顿三千里去越州 他认为啊 和云叶待在一片蓝天下 呼吸同一个地方的空气 都会让他窒息 告别了老友 告别了亲友 收拾好了行囊 准备乘船离开 好些天见不着人影的寒城 却拖着他去了田地边上 指着那块地里的秧苗 对前生说 没死一颗呀 我这些天没事干呢 就守在田地边上 没发现有人来重新栽种 可就是怪了 这秧苗一颗没死啊 前生仔细看了一遍田地里的秧苗 依然是东倒西歪乱七八糟 但是秧苗都活着 没有死的枯萎的 十三天的时间 那些鹅黄色的秧苗啊 有的已经是犯了惊了 脱掉鞋子下到地里 提了一颗试试啊 发现秧苗已经开始扎根了 这绝对是原来的那些秧苗 没人替换过呀 旁边的稻田里 秧苗虽然也没死 依然是鹅黄一片 绝对没有这片田地里的秧苗 有如此的活力 哎 这是什么缘故呢 前生揪着自己的头发 问韩成 韩成木然的摇摇头 扶着一瞬间 苍老了十岁的前生 去自己的府上 这时候的前生 需要大做一场 多年的老友了 彼此支支甚深 对于前生的困惑呀 云叶是听刘进宝传的话 听到之后 自然是一笑了之 夏季已经来临 岳州就要迎来绵长的雨季 云叶站在岳军楼上 背诵范种烟的岳阳楼记 可惜没有知音 小铃当一脸的崇拜 这吴国湖文章的好坏 只要是丈夫念的 就算是狗屁不通 他也会大家赞赏 另一个呀 是刚刚跑到楼下 对着洞庭湖撒尿的刘进宝 至于正在专心制制的烤鱼的冬鱼 完全可以无视 所以呢 就注定了范种烟的千古绝唱 在大唐 犯不起涟漪 更不要说 引得洛阳纸贵了 岳阳来雨 一般就会有风 大湖上波涛连天 大浪拍击在楼下的石头上 溅起了漫天的水画 被风一吹 就化作水雾 打湿了白色的沙漫 云野后退两步 脚上的鞋子 已经被水雾打得半湿 躺回自己的矮踏 随着大浪拍击的声响 敲击着矮击 只要云野闲下来 小铃当就会凑过来 他只是喜欢和云野在一起的感觉 用手撕着冬鱼烤好的鱼柳 一点点的喂到云野的嘴里 有时候云野会故意咬到他的手指 逗得他咯咯直笑 小铃当的笑声能带来好运 云野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 刘芳终于把战事拖延到了秋后进行 这次早就商量好的 洞庭湖的雨季没法作战 视野不清之下 随时都会有偏离航道 撞到湖里淋漓的礁石上 这样的天气里突袭 估计还没有到达战场呢 就会损失一半的人手和战船 可是这对岭南水师并不是什么问题 海里面的风浪远不是洞庭湖能比拟的 就算是大海上的潮涌 也比这里的风浪危险呢 所以岭南水师趁着大雨的掩护 决定去军山试探一下敌人的力量 好做下一步的准备 修整了一个月的关亭龙 被放出去查看唐燕的情况 刺史府里的大小官吏 披着缩衣下到了周县里坐镇 一旦有灾情 是要就地处理的 在大唐 最忙碌的不是那些高官显贵 而是底下的淡礼 俸禄不多 杂事无穷无尽 乡民丢了一头牛 那就是一件大事 找不到牛 说不定啊 有一家子就会破产 云烟来越州处理过的最大的案子 就是连环偷牛案 贼头被抓住了 却无可奈何 一头吊经白鹅虎 除了剥下虎皮发卖 你能将它如何呀 当时看到哭嚎连天的农夫 韩成就把目光盯在了刺史大人的身上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虎皮在这里啊 卖不上价钱 尤其是夏日里的虎皮 脱毛脱得厉害 不值钱 冬日里的虎皮价格就不错 换一两头牛还是没问题的 刺史大人审的第一件案子 就以损失三头牛 换回一张脱毛的虎皮 水师的安危云也不担心 自己的手下呀 这几年在大海里历练的 都成了水上的霸王了 一个校尉就敢喊着 指导水贼老卧 生擒贼手 陷于阶下 从大海里突然来到 枣盆一样的洞庭湖 非常的不习惯 经常说呀 这番还没有张开呢 就已经到了对岸了 海上的鲨鱼就不是可以养在枣盘子里的 这次出击也是那些穷极无聊的水师将领 在拉链的同时啊 做一次简单的狩猎 官军的攻击是凶狠无情的 大雨滂沱中被安置在封闭的小房子里的 八牛弩尽情的发挥着威力 无数的水贼大呼小叫着四处奔逃 对来犯的官员毫无办法 大雨尽失了攻险 拉不了攻就没办法还击 投尸机上的皮锁也是如此 几个汉匪架着小火船 要去烧官军的船队 没走多远呢 就被大雨将小船淋了个透 在水天一色中 不要说烧人了 烧自己都办不到 只能被官军用强弩 一一射杀在狂暴的湖水里 舍弃第一道水寨 后退三里 毕地锋芒 刘芳的命令不断的传了出去 可能是执行的并不多 那些韩哲带来的人 桀骜不逊 对于刘芳的命令 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只有那几个年轻的汉匪 忠实的接受了命令 带着自己的部下 让开那些急着要出去的水贼 缓缓地退回自家的第二道水寨 公子 一 三 七 十二 四只人马 杀出了自己的房地 悍然攻向了官军 这是圈套啊 是去送死啊 公子 请公子 请公子命他们回转 迟了 就毁之晚矣啊 官军战船 已成环形逼近 头到水寨 挡不入他们的巨州 请公子下令啊 刘芳 剑事态已经不由自己控制 只能单其跪地 请求韩哲下令 将不听命 这仗啊 就没法打了 就已经是输了一大半了 韩哲轻笑着说 哼 没关系 我们看着就好 官军也只是在试探 大禹对他们也有影响 就算攻击前 被有干燥的攻险 这时候也该被淋湿了 我们人多 死伤一些 不算什么 再看看 他们能主动出击 就不错了 刘芳惊恶了一瞬间 立刻就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陪着韩哲在高台上 眺望远处的战士 看了也白看 银亮的水墓 阻挡了视线 只能听到水贼大呼小叫 官兵那里却济然无声 除了偶尔响起的战鼓 没人叫唤 这比大呼憨战 更加的让人压抑啊 见第一道水寨里 已经挤满了贼船 官军站船上 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将 点点头 对其他的将领说 可以了 大雨马上就要停 投掷火油吧 烧掉这些人 我们就回去 侯爷不许我们把水贼杀光 说是有大用处 这样的敌人杀多了 也无趣 随着一阵低沉的鼓声传来 官军大船上的投石机 全面启动 上面盖着的油布被揭开 士族飞快的在篮筐里放置了火油罐子 顷刻间 无数的罐子就被投掷到水栽的栅栏上撞得粉碎 也有一些罐子越过栅栏掉在了船屋上 黑色的火油混合着雨水流淌的到处都是 雨天不火攻 这是傻子都知道的常识 官军的愚蠢举动 招来了无数的耻笑 就连韩哲都面露微笑 当点燃的火球被投掷到水寨里之后 官军毫不理会战果 立刻就扬帆远去 留下了一片火海 韩哲的眼神冰冷如水 刘芳垂首叹息 其他水贼无不惊骇的手足无措 雨变小了 变得如雾如烟 火球掉到水寨里 大火就燃烧了起来 第一道水寨已成地狱 躲无可躲 藏无可藏 湖面都在剧烈的燃烧 浓浓的黑烟支天蔽日 被高空的风压下来 弥漫在湖面上翻滚的黑烟里 无数撕心裂肺的呛壳声传了出来 让人揪心 韩先生 你可知道官军从哪里得到如此多的猛火油 此物听说只有海外之地才有 万里之遥运到大唐价值不菲 云叶为何村有如此之多 老奴不知 今日看来大禹依然对火油的威力产生了遏制作用 可是这些浓烟的杀伤力依然强悍 和老夫见到的蒙火油有很大的区别呀 韩者点点头 等大风吹散了烟雾 才直指水寨 无奈地说 那四个人不适合当统领 你还是从其他人里面挑选几个吧 让他们做副手 刘芳面无表情的英士送走了韩哲 就立刻开始准备救援 湖水波动的很厉害 很快就将大片的油污水面冲击的是七零八落 水寨里只有星星点点的火焰在燃烧 只是水寨的木栅栏上依然烈火雄雄 漂浮在水面上的死尸很多 水贼们用钩子打捞起尸体堆积在船屋上 那四个率军突击的蓝衣大汉 不断的指着尸体说着什么 神情非常的自然 没有一丝一毫的难看 刚才大火才找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跳上了小船匆匆离开了 至于死了多少人 他们毫不在乎 水贼也是人呢 看到死了这么多的同伴 就算是往日里没有情谊的 这时候也有吐死胡悲 物伤其类的感觉 看到人家手里的鞭子敢怒不敢言 只好低下头继续清理尸体 拖走毁坏的船只 刘芳带着四个年轻的水贼走过来 对四个蓝衣大汉说 工资有料 你等四人轻敌冒进 撤销统领职务 由陈家四人代替 你们作为副将 听后出制 蓝衣人愣了一下 想要发怒 但是听到是公子的命令 就随便拱拱手 算是听到了 正在打扫战场的水贼们 则换了一副表情 继续干活 四个年轻的水贼 也不理睬离去的蓝衣人 竟自指挥自己的部下 加快清理速度 现在天色已经有点放晴的迹象 如果冠军大船再来 必然会是一场灾难 战场上的一次失利 韩哲并不在意 他正在山洞里检查 怒练尸体的准备进程 三疯子现在如同一件工艺品 被摆放在石桌上 浑身上下一丝不挂 全身的毛发都被剃掉 健美的身躯 涂上亮晶晶的铜油 显现出一种古铜色的美感 有人正拿着 拌好铜油的镊子 慢慢的将伤口部位抹平 直到看不出一点伤痕才罢休 韩哲抓了一把金粉 试了试手感 还不错 磨得很细 加上鱼胶 就能把这些金粉 涂在尸体的身上 而后穿上衣服 做成盘膝之状 就能给云翼送过去了 韩哲瞅着尸体 忽然想起玉山上 关于云翼的一个典故 未争去云府 云翼傲不为礼 只是让管家送来了汤水 并不热情 当魏征说是奉皇帝的命令来的 云叶只好命管家煮了茶叶送上来 听到魏征说 这次前来呀 是给云家老夫人封军的 立刻喜笑颜开 命人颜开酒席 亲自烹煮了最好的茶叶 款待魏征 魏征临走时戏言道 何故前居而后公也 云叶说不大同 不大同啊 自己一开始呢 只想杀掉云叶就是了 没想到交锋到现在自己一点便宜没占到 反而吃着大亏 只好不断的把云叶的身份往高台 以至于到了现在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地步 这样的做法和云叶招待魏征的典故 有异曲同工之妙 韩哲觉得很有趣 自己和云叶太像了 如果不是因为该死的白玉京 两个人应该是好友才是 一起祸害这个花花世界 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感谢观看